那想再問說 像市長剛有說Delta病毒可能潛伏於社區 那現在就是入侵了雙北的社區 有專家建議說應該直接四級封城 才有辦法擋住 市長會認同這個專家的說法嗎 我不曉得是哪一個專家啦 如果照你的標準喔 現在全世界都封城了 其他國家現在那個六啦 占八成 那他們轉切改 所以是這樣啦 這個也怕 那個也怕 那你乾脆在家裡打坐就好了 都不要出門 好 再來 金新聞 這邊也是在其他媒體提問 那目前 新北板橋的確診是不斷的擴大 跟日前好不容易控制住 疫情的台北市萬華區是只有一橋之隔 那 市長是不是會認為說應該先進行區域性的三級管制 才會比較好防躲疫情 其實喔 這也是一樣啦 我們都已經在五月到現在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有看過電信足跡就知道這個沒有用 那個喔 那個 我不曉得好像爬爬罩你知道嗎 喔 那個 那個 你不要以為那個板橋的只會來三重 有時候你給他看電信足跡 全北台灣都有 跑去宜蘭洗溫泉 跑去太平山看哪裡 一個假期就發現 哇 北部好幾個縣市 所以結論是這樣啦 還是按照科學啦 有疫調的標準嘛 該怎麼防毒就怎麼防毒